沒想到第一次 和石研的姐姐見面 居然是在這樣難看的場景 這種被背叛的感覺 太難受了 這是幻覺吧 小姨她真的沒事嗎 沒事 只是嚇到了 醫生已經檢查過了 只是屁外少 不都跟你說沒事了嗎 你那麼著急趕過來 你以為人人都跟你一樣 遇到事情淡定得 像吃了絕情蛋 對了 你看新聞了嗎 就是秦總被拍到 和宋元蘭 我看見了 這種事情你也這麼淡定 怎麼了 我跟你一樣 也很難受的 為什麼 沒想到我跟偶像 距離拉的最近的一次 竟然是她跟我男朋友的姐夫 做出了這種事情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是秦總哥 宋元蘭呢 不是都說她得意雙心嗎 結果竟然做出了這種事情 她還說她永遠歌送愛情 這不可笑嗎 她不覺得自己臉疼嗎 姐 沒想到第一次 和石研的姐姐見面 居然是在這樣難看的場景 這種被背叛的感覺 太難受了 這是幻覺吧 stem 淑報 叫姐姐啊 石研嘛 就是宋元蘭 宋元蘭就是石研嘛 姐 你長得跟宋元蘭真像啊 大家都這麼說 那我先过去了 我经历了第二次社会心死亡 而且还是无法挽回的那种 你就没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吗 有啊 我结婚了 忘了告诉哥明 你怎么那么可爱啊 嗯 好像吗